在安卡拉东南郊外的这个山坡上 住了两三百个从叙利亚北部逃难前来的库德人 他们有能力的就整修破房子住进去 冰天雪地里其实有更多的库德人 只能够栖身像我身后的这种简陋帐篷 直建森林里的库德人搭起一顶顶塑胶帐篷 小小帐篷里挤了一家无寇 设法度过涉事零度以下的寒冬 叙利亚内战将迈入第十一年 土耳其境内四百多万叙利亚人 有许多连难民都称不上 成为超级边缘人 我从来自压力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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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来自压力的保护 我从来自压力的保护 這些敘利亞家庭主要靠家中男丁每天輪流拉拖車到鄰近社區 從垃圾堆中尋找可以變賣的紙類 鐵 銅和塑膠製品過活 女圈則抱著嬰兒到人潮熙來攘望的紅綠燈趕下乞討 每個家庭六到十個小孩都不曾接受過教育 很多這些孩子,當他們到來,說五年代,現在十年代 這些孩子,這些孩子,他們沒有肯定沒有肯定 想想在延續十年代這些孩子會有25,35,45 当前危机似乎没有尽头 不过国际间也陆续有政府或民间团体付出一己之力 台湾政府就出资在土耳其南疆哈泰省雷伊汉勒市 兴建台北友谊学校和台湾雷伊汉勒世界公民中心 协助叙利亚难民进行职业训练 未来也将长期服务土耳其居民和叙利亚难民 我们用了水和水 现在我们用了叙利亚的电池 人们开始准备他们的职业 我们也做了地域 女人们还会继续教授 新闻人们做叙利亚的工作 做叙利亚和狗狗 已经持续十年的叙利亚危机 虽然已结束战争阶段 判在联合国斡旋下 找出解决冲突的和平路 不过安卡拉智库 SETA安全研究主任耶希尔塔森表示 据来危机存在着俄罗斯和美国角力的成分 要解决这场危机 恐怕还得耗时好些年 水尚社记者何鸿如 安卡拉报导 拥肯定方案 然后我为民伦 温暴室 在订阅上 再次